找他说什么 回请吃宵夜吗 饿不饿 不饿 年轻人坎哥 我就不等了 自己在这儿等会儿吧 我下次找点东西吃起 想什么呢 我在想几点能收工 你 吵架了 什么吵架呢 不吵架啊 你该上去或者把他叫下来啊 他现在肯定在工作呢 我工作的时候 就不喜欢别人打扰我 我想他也一样 不是不饿吗 这不到吃饭点了吗 准点吃饭是对自己身体的负责任 小玉说你凌晨两点多才到了家 不十二点就收工了吗 去哪儿玩了 是不是跟那个 我昨天 喂 你好 好 我现在下来 我去拿外卖 你好 不好意思啊 你跟外卖 谢谢 怎么受伤了 刚才在路上不小心摔了一下 那快去医院吧 你是最后一家 我现在就去 对了 能麻烦您一件事吗 这个我的车 您能帮我看一下吗 我现在骑不了 我怕在外面丢了 好 我跟前台说一声 让他帮你看着 好 谢谢你 需要我帮你打车吗 不用不用 我自己可以的 谢谢 谢谢 等等 等我一下 我这儿有酒精和棉签 你先擦一下吧 谢谢 没事 那个 我自己可以您忙吧 好 那注意安全啊 好 谢谢 没事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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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事吧 没事 要不要送你去医院 林叔 你送他去医院吧 不不不不 这不合适 我自己可以的 不能给你们添麻烦 反正我也没事 祝你为乐嘛 好吧 叔 您真幽默 叔 这车是你的车是吗 哦 车是他的 我正好想散散步 不想坐车 你赶快上去吧 去医院看看 伤得这么重啊 谢谢您 没事 没事 谢谢啊 没事 来 来 来 还在医院啊 是他女朋友 好 怪不得 这两个人心都这么好 上车吧 哎 谢谢叔 慢点啊 哎 谢谢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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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